娱乐圈惊现 谍战重剧 伪装者 主演同框引爆网络 娱乐圈又炸锅了 这回不是什么老调重弹 而是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 谍战重剧 你猜怎么着 那不让观众欲罢不能的 伪装者 剧组核心成员竟然同框了 这个惊爆消息 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一探究竟 微博爆料 粉丝集体失控 这几天 一条微博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发微博的是谁 不是别人 正是伪装者里 那位美艳不可方物的特工 小心 王欧 他晒出的照片 简直把网友们乐化了 照片里 王欧和他在剧中的 哥哥姐姐 靳东和刘敏涛紧紧依偎在一起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这张照片一出 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 要知道 伪装者 播出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剧中的名家三姐弟 早已在观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可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三人的交集也越来越少 各自在演艺圈里忙得不可开交 久别重逢 温情满满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这段珍贵的 兄妹请 只能留在回忆里时 王欧的这条微博 却给了所有人一记强心计 原来 王欧特意去捧了 靳东和刘敏涛主演的话剧 温暖的北京的场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观剧 更是一次充满温情的重剧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王欧在配文中亲切地称呼 靳东和刘敏涛为 哥哥姐姐 这种称呼瞬间把人拉回到了 伪装者的年代 王欧 从 叠战女神 到 争议女星 说起王欧 这些年可谓是经历了大起大落 伪装者播出后 他的星图一片光明 接连出演了多部热门剧集 然而 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之际 一场突如其来的绯闻 却让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2016年 王欧与已婚男星刘凯薇深夜同处一室的新闻爆出 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尽管双方都极力澄清 但这件事还是给王欧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时间 小三 插足别人婚姻 等标签纷纷贴在了他的身上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王欧选择了沉默一对 他没有大张旗鼓地为自己辩解 而是默默地用作品说话 在随后的几年里 他专注于演艺事业 不断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晋东 从 国民男神 到 话剧大师 再来说说晋东 作为 明家 的大哥 晋东在 伪装者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光芒四射 他塑造的明楼形象深入人心 霸气十足又不失温情 这部剧播出后 晋东的人气 可以说是一飞冲天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国民男神 然而 成名的同时 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晋东接连出演了 欢乐颂 麻雀等多部热门剧集 虽然收视率都不错 但也有观众开始质疑 他是否被限定在了特定的角色类型中 面对这些质疑 晋东并没有气馁 反而选择回归自己最熟悉的舞台 话剧 要知道 晋东可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 早年就在话剧舞台上展露头角 还曾获得过中国话剧最高奖 金师奖 的殊荣 这次和刘敏涛合作 温暖的北京 可以说是一次回归出新之旅 刘敏涛 从 智慧大姐 到 乘风破浪的姐姐 说到刘敏涛 他在《伪装者》中饰演的明镜 可谓是整部剧的灵魂人物 温暖大气又充满智慧的形象 让观众们对他印象深刻 播出后 刘敏涛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接连出演了 欢乐颂 老酒馆等多部热门剧集 然而 就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 刘敏涛却遭遇了感情危机 2018年 他与相恋多年的丈夫于何伟 宣布离婚的消息震惊了圈内圈外 这对曾经被誉为 模范夫妻 的明星夫妇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 七年之痒 的魔咒 面对婚姻的失败 刘敏涛并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更加投入到工作中 他不仅在影视作品中继续发光发热 还开始尝试综艺节目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刘敏涛展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一面 活泼可爱的形象让观众们大呼意外 重剧背后 情意如初 还是另有玄机 这次三人的重剧 不仅勾起了观众们对伪装者的美好回忆 也让人不禁感叹时光飞逝 十年时间 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但有些情意却始终如初 王欧 近东 刘敏涛 这三个曾经在荧幕上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兄妹情的演员 如今在现实中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这无疑是娱乐圈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么 这次重剧会不会带来什么新的火花呢 有业内人士透露 三人私下曾讨论过再次合作的可能性 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但这个消息无疑让不少粉丝兴奋不已 想象一下 如果能看到 明家三姐弟 再次同台标系 那画面该有多美好啊 期待再续前缘 但现实很骨感 当然 作为一个资深的娱乐圈记者 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 这种美好的愿望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毕竟三人如今都是一线明星 档期协调起来困难重重 况且 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超越伪装者的剧本 也绝非一事 不过 who knows呢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娱乐圈里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也许哪天我们真的能看到 明家三姐弟 再次合体 给观众们带来一部更加精彩的作品呢 总之 这次的重剧无疑给了所有 伪装者 粉丝一个巨大的惊喜 它不仅勾起了人们对那段精彩剧情的回忆 也让我们看到了演员们之间真挚的友情 在这个名利场中 能够保持初心 珍惜情意的人 总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喜爱的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重剧吧 也许到那时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 娱乐圈的故事 永远是 简不断里还乱 这次的重剧 会不会是新剧的前奏曲 还是单纯的老友相聚 不管怎样 它都给了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在这个 人设崩塌 在年代 能看到这样温馨的画面 真是太难得了 网友评论 这才是真正的 售后服务 啊 伪装者 剧组 永远的神 没错 这种跨越时空的友情 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能够保持初心 不忘旧情的明星 才是最让人敬佩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 明家三姐弟 在下一次重剧 也许 那会是一个更加精彩的开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